有線新聞的偵查系列 最近揭露遼屋管制隊的職員 每日巡查只是打卡 根本沒有深入巡查 遼管處的這隊巡查隊 去到大唐路的巡查點停下 有職員走了去樹下 15秒後就見他開始走回上車離開 沒有再停留過 那位遼管處的職員 就是在登署的這個位置打卡 打完之後他就立即離開了 前後都不見過他巡附近任何地方 究竟要有什麼專業精神 才可以做到一個偵查報道的記者呢? 楊梁傑是有線電視新聞刺針的記者 他入行九年 敢言求真是他做調查報道的專業精神 你這一行的專業是真 那你一定要是你確認了的事才會報的 基本要求 17年4月 審計處報告批評地政總署的寮屋 巡查發現不到違規建築物 楊梁傑很好奇半年後有沒有改善 於是選了幾區觀察 我通常早上走過來望遠 知道他們聚集 差不多時間 我們就回到外面 然後就跟車 那天看他們怎樣走 我們跟著其中一隊 有時Disconnect 那你就跟不上 跟車最困難就是 距離太近 會被發現 太遠又容易跟掉 楊梁傑不甘心拍不到 他決定轉個彎 部署下一步怎麼做 他嘗試在寮屋最密集之處 找一塊空地 由那裡控制航拍機起飛 拍攝寮屋的位置就是在 宋政新村 即是這裏附近 剛才我們看到 我們就是看這圖 然後再看看 那幾條路是否多寮屋 他決定你到底擺在哪一個位置 他們都有停過 但我們不知道他們落在哪一個位置 航拍機的電量 只能維持20分鐘 但是記者無法預先知道 遼屋隊會循邊一條路線 最後 他選定 由水招新村起飛 另外去到那邊 大樹下西路 他亦都cover到 所以試過幾次 這個位置 發覺都是最適合航拍的 附近亦都空曠些 即是干擾細都很緊要 那架機就可以穩定些 是否個別情況呢 我們又看看元朗區 遼管署的這隊巡查隊 去到大唐路的巡查點停下了 有職員走到樹下 後面 15秒之後 就見他開始走回上車離開 沒有再停留過 另一天 這名遼管署的職員 在登署打完卡之後 立即上車走 之後再在水錶後面打卡 雖然有航拍作為輔助工具 記者沒有辦法肯定 職員下車的15秒在做什麼 於是楊良傑就再去現場 核實資料 我們都是跟完一次 你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你自己再去一次 去登署那裡看一看 你知道這個VA9178這座登署 你就再問一下地證 到底你在這座登署那裡 是不是有個巡查點 如果這個不是巡查點 那你電視就不成立 多大多小的機會錯也好 你都要檢查清楚 如果因為一件這麼小的事 影響了整個報道的 那就不划算 這段路最少有四個巡查點 為求報道要百分百準確 記者還一定要給機會 受訪者解釋 能不能夠有效巡查呢 他始終是受影響 我們有沒有處理手法 會對他不公平 所以為什麼我們去找回他 目的不是去懲罰他 而是去 令到他有個機會去解釋 你好啊 想問一下這樣有沒有效巡查到呢 我不是他 我一定不會知道他在想什麼 怎樣才是一個 fair treatment 對一個人 這些其實都重要 因為你 fair不 fair 都很影響你的故事的觀感 也都真的影響到另一個人 應該是傳不到心的 如果是收到的 即是收到的訊息的話 就應該是動物傳心師的自不自如 我沒有 沒有我看過 法團只能夠收取合理的影響費 15元一張算不算合理呢 我們問過法團主席 怎樣去做好一份 偵查報道的工作呢 楊亮傑經常都會記得前輩的金句 最重要的是公罪不要取代工作 的確你會想過他打卡來做什麼 如果我只需要一個人去打卡 游完車可以回去 那有什麼意義呢 給我的感覺就是 所以我才會想起這句話 公罪取代工作這句話 自如雪 participated 現在有人叫上戚 美味的ires corn 親和一分之聲 一歌 改善 n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